卧床五年 下半身瘫痪的嘉欣总算见到医生 马来西亚慈禁仁医会深入偏乡关怀个案 他们不只是为了寻找需要协助的患者 也来看看老朋友 之前那个婆婆都会躺在床上 不要动 而且他们之前都是搬到厨房去睡觉了 那个婆婆因为方便她上厕所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都会去后面那个地方看她 今天她竟然有精神说要到前面来 一穷二白的贫护也试着效法志工精神 用铜板行善 希望医护团队能够照顾更多弱势 大家新闻 王真盈 林延均 马来西亚报道